好的,大家好,我是小华 还有几天呢,3.6卡池就要开放了 3.6的卡池呢,有草神,泥露,甘雨,还有白猪 白猪这边还没有开放卡池,所以我还没有抽到 好,这边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到底我们要抽哪几个角色 就是这四个角色里面呢,我会给大家推荐跟分析一下 你们手上有的角色适合抽哪几个角色 好,我们开始吧 好的,由于呢,我自己是有两个原生账号的 也就是大号跟小号 我算是有把所有角色抽回来,只是在不同的账号 有做过所有的体验了的 所以这边呢,整体体验下来呢 我的总结就是,这六个角色最好抽回来 上面这四个呢,我是觉得很刚学 就是有这四个角色,你在原生算是可以横着走 就是你在手机玩原生啊,就是要种离 然后草神啊,就是现在种门嘛 泥神就是帮杜扎的充能 然后夜兰呢,就是能够挂水 然后增伤,所以这四个角色我是觉得一定要抽的 所以总结呢,三点六 第一个一定要抽回来的呢 我的排名是草神 一定要把他抽回来 因为他是神嘛,元神嘛 当时要抽神 然后一直下来呢,我也用草神玩过很多的配对 做过很多不同的玩法 这边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曾经有拍过的影片 所以我是觉得抽草神是非常的棒的 好,草神讲完了 现在到甘雨,尼路,白祖 这三个角色要不要抽呢 我建议大家先看这边六个角色 你少多少个 如果少多过三个到两个呢 我建议大家留一留原石 有可能其中的一些角色要复刻了 因为钟离,星凯跟万叶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复刻了嘛 如果他们一起复刻呢 你就麻烦大了 我建议大家留一手原石 如果你少三个到两个的话 建议留一手原石 先把草神拿回来 好的,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就是这六个角色都有的话 这样子这六个角色都有 我们对于尼路 甘雨 白祖到底要抽哪一个呢 好的,在讲尼路跟白祖之前呢 我们先来说说甘雨吧 甘雨这个角色呢 是需要持操作的 如果你们是手机玩家 或者是PS玩家 用甘雨呢 会非常头痛啊 因为你们要射箭嘛 是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你是电脑玩家呢 那你又喜欢操作的话呢 抽甘雨是绝对强 绝对强 因为我自己呢 是有用过甘雨来单通啊 也只有甘雨我能够做到单通而已 好,我对于甘雨的总结就是 你们喜不喜欢玩这种操作类型的玩法 如果喜欢的话呢 甘雨是非常强和非常适合你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呢 想套个盾 闪兵这样子的蒲公 消光这样子的蒲公 这样甘雨真的是不适合你 所以甘雨要不要抽 真的很看你个人 我自己是喜欢玩操作的 所以我第二个是会抽甘雨 好的,现在关于尼路跟白祖到底要抽谁啦 这边呢 我是推荐抽白祖 抽白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星海很像 因为星海挂水 奶妈当初给别人骂到爆头了 然后突然间来一个神里灵花要打涌动了 是不是星海是最好用 这样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环境 有白祖喝汤的时候 还要喝大汤好像白 好像星海这样子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会到来 因为我这样子看下去呢 白祖感觉没有一个很适配的队伍 唯一能够玩的队伍 就是跟赛诺 或者是跟尼路 因为可能草行酒 草神被抢走了 没有草神用 这样子最适合就是白祖进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白祖没有很适配的队伍 然后尼路呢 跟白祖呢 这两个角色呢 现在来看强度的话 确实是抽尼路比较好 因为你自己看草行酒 我上面拿了草行酒 这样下面呢 我其实可以带一个星海 巴巴拉 瑶瑶 草主 我就可以组一个算是很强的队伍 对群超级强 但是对单很弱啊 我只能够说尼路 对群的时候呢 超级强 不用带钻母什么都不用 他只要堆三生命 带那个铁峰刺 就非常强啊 那个怪物给你打爆头了 但是呢 你如果对单 你就BBQ了 或者你要破盾 你就BBQ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来看 尼路是非常强的 对比白祖 尼路现在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以未来来看呢 我觉得 白祖会比较值得 我个人呢 是非常看好白祖的未来的 因为他呢 有很多的功能性 还有真伤 挂草 奶妈 这三点都已经很够 我不要看了那个盾啊 那个盾大家懂的都懂啊 应该 大家都应该看了吧 哈哈哈哈 应该都懂了吧 这样我当他没有盾吧 我就拿他前面那三个 都已经很值得了 因为这样子你就 锁 你就打开了三个格子 但是唯一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白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要开大招 才可以一直挂草 哈哈哈哈 所以 这一个问题 他需要先解决 而且我也还没有拿到这个角色 我也不懂到底要怎么解决 这个 要开大招才可以挂草 充能会不会跟不上了 这个问题 所以 真正 到底强不强呢 真的是要拿到手上先 我只能够在这边给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的情况 我看到的是怎么样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 尼路到底要不要抽呢 就是先看 你现在打神员会不会很辛苦 会不会没有尼路你打不过 如果会的话呢 这样就抽尼路 因为他真的很强 但是如果 你的情况跟我一样 没有尼路 你的其他的队伍可以上 有雷神国家队可以上 对不对 刚刚我推了前面那六个角色 对不对 雷神 夜兰 然后还有万叶 钟离 你都可以打得过吧 所以正常的情况呢 我比较推荐去拿白族 因为白族以后 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队伍 会非常强 因为他那三个特点 他唯一现在的缺点就是 不能跟不跟上而已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新玩家 你真的深渊打不过 你也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些神啊 就是那六个角色 那样确实 如果你现在想要马上立刻满星 马上舒服的话 抽尼路是最快的选择 最快的办法 好的 总结来说呢 我个人推荐 草神是一定要拿下的 然后关于甘雨 尼路跟白族呢 要抽谁呢 要看你自己的情况而定义 所以你要看我前面讲的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配对 所有的操作问题 你能不能够接受 能不能够 适应的到 能不能够组出这种配对 去决定 到底要抽水 所以甘雨 尼路 白族 这个很看你自己个人 我自己个人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呢 我是草神 甘雨 白族 尼路 我自己是这样子排位 你们自己呢 肯定是草神第一的 后面那三个呢 就要看你自己的去定义了 好了 这就是我的总结 如果我的想法跟我的看法 有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呢 请保持自己的心 请保持自己的心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吧 谢谢你 再见各位 拜拜